其實快樂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我們這次用音樂 把快樂用說的讓大家知道 快樂的方法其實可能就在身邊 或者說我們要營造我們需要什麼 那其實都是心情快樂是最重要的 漂亮 寫情快樂寫出來的東西 或者演出來的東西都是非常的發自內心 對 而且就是希望能夠在台灣的音樂 以及全世界的音樂 所有喜歡音樂的朋友 或者是聽到這種歌都沒有 都可以快樂 一直快樂 那拍這支快樂的MV 你看到我快不快樂 你看到它是不是快了一點 應該有快樂 好快樂 好快樂 對嘛 這才對 謝謝 都忘掉了煩惱 那我們拍這支快樂的MV 有沒有什麼甘苦談 其實拍這個 辛苦的地方 這個MV的方式 我在講之前 請先把窗簾 窗簾拉起來 窗簾拉起來 你是要跟他有親密的東西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待會要看MV 所以 嚇我一跳 對 然後這個 快樂這首歌曲 我剛好講過就是說 快樂的方式有很多 讓我用音樂來跟你說 那就是我們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想了很多 後來想要用一個最簡單 最直接 然後又 一般來講 大家覺得快樂就是很熱鬧 很 很 很 歡笑這樣 那我這一次拍攝的手法 是走 逆向思考 就是我們用比較 比較 冷靜的 比較 冷調性的方式 來詮釋這首快樂這個歌 讓大家聽了之後 其實這樣子 也是快樂 那其實快樂方法 真的有很多種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 能夠在生活上 在平常每一個生活的細節 最主要心情上 都能夠很快樂 所以我們在拍攝過程 然後大家都很快樂 拍攝的時候呢 看到生活 也很快樂